大家好,我是阿差亚 以前和各位分享过这款RA的模拟器 还有一些游戏试玩 另外还分享过一个CRT的效果渲染器 这个视频再和各位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经验 我又找了一些国内外比较热门的CRT效果渲染器 和各位分享一下 试试试试试 Aいな Round 1, Figh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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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目前调整之后的一个完美版 截止到现在的一个完美版 我是怎么做的和各位分享一下 还是先进入渲染器效果 加载预设 进入带CZ的这个渲染器 然后找到CRT 还是再找到CRT的皇家版 在之前和各位一直分享的是这个皇家版的标准版 默认的 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请不要在意这两边的这个边框 这个后面会有教程和各位分享 关于边框还有很多要说的 现在使用的是皇家标准版 这个视频开始游玩的那段 我用的是这个渲染器 还是进入CG CRT 还是皇家版 它这个皇家版有很多修改版 我用的是 我用的是这个版本 皇家加TV-out 再加图片 再加调整 那么这个效果多了什么呢 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 它是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多了一些调整 另外它还多了一层图片 这个图片类似于水波纹的图片 让本来清晰的图片变得有点不清晰 像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 那个显示器也不是很干净 或者会有一些小波纹 它为了增加这个效果 变得更真实 是做的这层特效 另外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 我还做了一些变形 皇家版的两个预设默认都没有变形的 上下左右的边都是平面直角 CRT显示器它有一种球面变形 在这修改 进入预览渲染器参数 现在用的皇家TV修改版 所以说前面会有几个带TVout的一个参数 这些都保留默认值 找到那个几何开头的选项 几何模式 默认是0 左右调整 0是平面直角 1有一些变形 2变形更多一些 我小的时候在玩这种八月机的时候 用的是索尼的电视 它应该是特利隆 后来又换了一个索尼电视 叫什么黑底山 好像是平面直角 没有那么多的弯曲 所以说我一般给1就好了 各位根据自己小时候的习惯来调整 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皇家加TV修改版 再把这个几何模式调成1 我们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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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